學生在舞台上 唱著阿美族語歌曲 搭配戲劇演出 呈現早期林務局 顧請原住民族長輩 整理臨班地的生活狀況 這是新北市金山高中 原住民藝能班 製作的畢業樂舞展演內容 學生們也在多位 原住民及老師的指導之下 製作了臨班歌謠 從歌曲內容表達 當時臨班工作的辛苦 與思想情懷 其中也有搞笑的戲劇橋段 學生們排排站著洗澡 呈現臨班工作者 在工作完畢休息的相處情形 現代的原住民族青年 不曾有臨班的經驗 但透過學生們的視野觀點 用即興的方式 將臨班的文化呈現 在這議題其實有一些是 你是誰 然後原住民是什麼 或臨班生活是什麼 就是透過這樣子 不斷的討論 跟觸發讓他們去想說 原來我們的祖先 或者是我們的爸爸 爺爺那些長輩們 當年是過這樣的生活 可以引發他們說 其實我們應該珍惜 現代的生活 其實比他們當年的環境好太多了 跟小朋友溝通說 我們怎麼樣回到過去 但是我們還是有現代身份 為過去喉舌 所以才會有一連串的 回去過去的旅程 從假裝扮演認識 然後坐公車去那邊 然後坐公車發現被壓迫 壓迫之後的故事在哪裡 然後才會有最後一首歌 想要為這個東西平反 二十七日晚間金山高中原住民藝能班 舉辦畢業樂舞展演 以再見林班為畢業主題 花了六個月的時間密集練習 雖然有苦有淚 但希望呈現最好的一面 有學生從中成長 還有家長特別遠從南投北上 看見孩子的表現相當欣慰 非常的高興 我不知道他有那麼會表演的一面 所以我覺得非常高興 我們練習了就是很久 然後其實我是一個 我們不會演戲的人 但是因為投過院筆老師 他教我們就是不要怕 你自己想 就是做出你自己想要做的動作這樣 然後去這半年下來 我自己很感動 因為我是我原住民 我很驕傲 金山高中原住民藝能班的學生 相互扶持成長 將高中三年所學融入演出中 更展現默契 也讓學生們有了難忘的 高中畢業禮物 就這麼算 Bazak新聞是金山採訪報導